好 如果你是住在台北市的观众朋友 一定也有这样的感慨 房价怎么越涨越凶呢 但是对于只有一间房子 当作弃生之处的60多岁的老夫妻来说 房价越涨越是生活难过 其实这位邱先生罹患了慢性的肾衰竭 太太随时都必须在旁边来照顾 没有办法工作的夫妻俩 因为房子的公告地价达到730万元 没有办法申请任何的补助款 没有外人帮忙 60多岁的邱太太根本无法移动 卧病在床的先生 她的丈夫罹患慢性肾衰竭 也已经完全无法自理生活 没办法工作的夫妻俩生活陷入困境 靠着剪纸箱资源回收 和帮邻居洗衣服 加上3000块老人津贴 分租房间赚租金 月入1万2 但先生看病坐一趟富康巴士 就得花6000块 根本入不敷出 想要申请相关补助 却因为这一栋住了40年的老房子 全被挡了下来 取消他的这个所谓的 身障补助的这个资格 就因为这间房子超过了650万 他们核定是730万 所以他们现在穷的只剩下这间房子而已 求新夫妻为在松山区的这户不动产 公告地价730万 不管是身障补助不动产不得超过650万 还是低收入户的600万 秋新夫妻全被挡在门外 不禁要谈难不成要把房子卖了吗 因为符合这个中央规定 我们北市没办法做一个调整 但是我们有建议过 我们今年4月 在开会的时候有建议过 那也许中央现在正在 正在做修法的动作 台北市房价一路涨 但补助门槛却是全国通用 对秋新夫妻来说 房价越涨日子越难过 成了黄金地段里的超级贫护 政府喊着要照顾弱势 维持社会公益 这下显得有些讽刺 继续华明镜 刘小棋 台北报道